古时候有一个名医叫扁鹊 大家都知道 魏文王是一个皇帝 他问名医扁鹊说 扁鹊 你们家兄弟三人都是金鱼医术的 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说 丙皇上长兄最好 中兄次之 我最差 魏文王说 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说 长兄治病 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 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去除病痛 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遍 国内 中兄之病 是治病于病情的初八七 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 所以他的名气也就在乡里和乡村里面知道 而我治病于病情与病情严重的时候 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放血 在皮肤上做熬身上做熬身上做熬身上做熬药和大手术 所以以为我的医术是最高的 名气因此想变全国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人碰到问题总是想到结果 没有想到为什么我今天会倒霉 为什么我今天会成功 所以治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你就能去跟台长经常给大家看 我看到你今天身上有毛病了 我早一点讲给你听 你就能治愈 就是在上两个星期 一个印度尼西亚的佛友 他让台长看 台长告诉他说 你很快要中风了 结果他去医院里去查 果然脑血管有两三根已经堵塞了 医生说很快 所以治病要治初期 帮别人要开始的时候帮 人家会感恩你的 所以要懂得我们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之后 你才去做 那你一定会后悔的 台长希望大家 学博人要懂得在阴上找果 也就是说 今天你回到家里 太太不开心了 你要找到果 为什么 现在的人就是 不管因而只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怎么样来弥补 其实真正学博的人要重善赢 得善果 看看你的经事 你就能知道你的前世 想想你想来世好不好 你就重视你的经事 所以一个人修行最重要的 就是现在要好 从现在做起 不要再等 如果你想做一个好人 你从现在就开始做好人 你很快的就会成为一个善人 如果你说我要以后才成为好人 那你的以后还是一个恶人 因缘是一种平衡啊 因缘又是一种取舍的 很多人的婚姻为什么会不好 就是因缘不懂啊 实际上你太太嫁给你 就是这个缘分 实际上孩子到你的家里 他就是来讨债的 所以为什么 儿子讨债的多 女儿呢 还债的多呢 现在大家知道了吗 因为儿子 是因为爸爸妈妈上辈子见他们的 他们有理由来讨债 女儿一般的温柔都是来还债 所以女儿接了婚都喜欢把东西往娘家门里拿 所以人家说女儿是羊毛衫 儿子是这个外套叫什么 两个用衫叫这个外套 儿子外套一脱就没事了 这个女儿是贴亲啊 所以女人不能欺负他们 其实女人为什么在国际地位上 都是照顾那些妇女儿童呢 为什么在我们在澳大利亚 都是lady first 所以跟女人争的人啊 这些人呢 都要好好地改变一下自己 学博首先要尊重我们的佛友 女佛友 男佛友 还有孩子 这样会越来越修得好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有时候我们人啊 就是一个想不通就会做出很多的无聊的事情 一个女孩子在公园里哭啊哭的哭得很伤心啊 有一个人上前去就问她了 说小姐啊你为什么要哭啊 哭得这么伤心啊 这个女子说男朋友离开了我了 我根本对她这么好 她竟然把我甩了 我真的不想活了 没想到那个人哈哈大笑 你真笨 还要骂她 你真笨 这个女子被她一骂火气大了 说我已经很伤心了 你为什么还要骂我呢 骂我这么笨 这个人说了 哎 其实啊 你根本不懂道理 你用不着难过 真正的难过 应该是你的这个男朋友 为什么 你失去的是一个根本不爱你的人 而他失去的是一个深爱着他的人 实际上是应该他难过呀 对不对 命运会改变 我们人看不见的 问题的实质 使坏事能变成好事 我们修心人吃点苦 那是好事情啊 你们记住了 不吃苦哪来的甜啊 有多少人学佛 不就是因为碰到了艰难挫折 他才开始学佛了吗 所以我们很多人吃了苦了 才找到了菩萨 烦恼多了 才想起了学佛 调节好自己的心态 把人间的感情 金钱和物质 不要看得太重 因为这些都会逝去的 一切都不属于你的 所以你只是暂时的拥有它 所以学佛人 台长希望你们 心中要有学佛的大目标 人间吃苦也敢挑 心中没有菩萨道 一棵小草 压弯了腰 同学佛来人 小诶 谢谢大家